教育局局长杨远鸿说 正是考虑取消几个教师的注册资格 杨远鸿又说 希望社会要明白政府有决心 在学校提高国家安全意识 令到下一代主动维护国家安全 陈慧恩报道 由去年6月起计 一年间 教育局接获222宗教师涉嫌专业失当的投诉 教育局局长杨远鸿说 考虑取消几个教师的注册资格 港区国安法第十条 列明要通过学校教育国家安全 提高国安和守法意识 我就不会低估难度的 学界的朋友也好 或者整个社会也好 是要明白政府是有这个决心去做 希望我们未来的下一代 能够深切地认识到自己身份的问题 我们是国家的一部分 自己本身要有一个 主动的维护国家安全的意识 学生就算有时候有些表达 我们都是以尽量帮他为主 我们不是要拘捕他 他又说同学界和有关部门谈着 有学生和教职员参与谋定活动的时候 要怎样处理 未来会多些培训老师理解国家最新发展 不够一个月就开学 面售课堂和校内活动要暂停 而新军肺炎每天确诊个案 仍然持续近百 未来一年我们究竟上学的日子 会不会有时都要停课呢 我都不敢说 所以现在都已经9月开学 究竟是怎样的情况都要再去做研究 有线理事记者 陈慧金 报道 一手掌握有线新闻